目前,美国联邦乃至美国民众都面临着严重的债务问题,根据最新统计,截至1月31日,美国未尝公共债务总额已经突破34万亿美元,这占国家GDP的123%,据高盛观察,目前,美新增1万亿美元债务所需的时间已从最早的6年,缩短到如今的3个月时间,更糟糕的是,这座债务雪球大山只会越来越大。 最新的美国财政预算预计未来几年,每年赤字将超过1.5万亿美元,总计占GDP的6%至7%,很明显,当前,美国的举债力度比一年前要更高更快,但美国人并没有打算真正来还清这些债务,取而代之的是,将继续积累更多的债务,更多的赤字,直到整个狂欢变得像纸牌屋一样崩溃。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1月30日,就在美国国会对到6月债务上限资金将用尽,避免债务违约而增加举债额度的谈判仍没有进展。 美国联邦财政赤字扩大和上周五年期610亿美元的国债拍卖惨到无人问津之际。 美国财政部出人意料的并未上调举债预期规模,将一季度境界债额下降了550亿美元至7600亿美元,二季度预计境界款2220亿美元,也不到华尔街预期的一半。 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之所以不惜美国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保证美股走高,为美国当局竞选造势。 对此,美国金融网站ZeroHatch分析称,虽然,美国财政部的融资规模意外下降,但其票据已经达到政府债务规模的122%。 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公告统计,截至1月28日,美财政部已经累计宣布将发行1.05万亿美元的新国债发行计划。 分析表明,其最终可能需要在2024财年发行总额高达2万亿的美债才能平衡其支出,和偿还债务利息及相关款项。 这在目前红海危机刺激美国通胀预期上升可能会让高利率保持更长时间的环境下,因此,可能会继续增加票据和债券的拍卖规模。 我们注意到,这一情况已经逐渐开始发生。 1月,美国债券拍卖规模已经超出预期,而这也是最近两周美国债券被抛售的最初推动力。 很明显,这将导致美国财政部不得不在更短的时间内展期出去更多的高利率债务。 但现在,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今年将有约2.9万亿美元的美债票据需要展期。 但近期美债无论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央行的抛售趋势上,还是央行增持黄金储备的趋势上都正在强调投资者正在远离或减少购买美债。 这将意味着美国经济或将进入万亿美元债务赤字可能无法买单的空心状态。 削弱目前深陷财政赤字陷阱中的美国财政部救助自己不断膨胀债务的能力,但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据美国金融网站林对冲在1月30日报道称,美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体量巨大且不可持续的债务赤字负担。 根据美国会计行业智库Truth in Accounting在1月25日发布的一份财务状况报告发现,美国联邦的财务状况在2023财年进一步恶化了超过15万亿美元。 报告表明,大部分联邦债务可归因于68万亿美元的医疗保险承诺和48万亿美元的社会保障,但美国当局并没有拨出任何资金来资助这些承诺。 这在美国联邦报告显示,2023年美国无家可归人数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就是最生动的例证。 报告特别提到,美国75个最大的城市中有50个目前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 正淹没在债务中,这些城市甚至包括纽约、华盛顿特区、德州、旧金山和加州等大城市。 比如,如果纽约市将这些债务赤字分配给所有的纳税人,这将使每个纽约人的债务增加5.9万美元。 随着债务担忧加剧,另一场危机正在酝酿。 近日,美国一个经济实力和独立性非常强的周德科萨斯州同美国当局在移民问题上的矛盾,日益突出,美国佐治亚州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更是呼吁红州与蓝州进行国家离婚, 将国家分成红色共和党州和蓝色民主党州,这加剧了美国两党纷争,更是引爆一些有着独立意识的州更大的想象空间。 对此,美国媒体CNN在1月30日评论称,德州当局同美国联邦当局在南部边境移民问题上的对峙前所未见,而且还在升级。 这场斗争可能将会引爆美国出现现政危机,甚至是内战2.0的风险。 消息称,目前已经有多达25个州支持德州,这些州占了美国一半的领土面积。 叠加美国城市创纪录的债务、高利率、气候变化的成本、移民增加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健康养老金支出以及动荡的政经环境正在引发华尔街交议员对美国金融市场危机的担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德州参议员布莱恩、休斯和众议员麦克·多拉奇奥在1月30日再次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更新版提案,表示美国多个州在债务高企的背景下应该回归金本位,这也让德州率先叫停美元,呼吁美国重返金本位制的提案成为头条新闻。 这两位议员发表这番言论之际,许多国家正在放弃金本位,转而拥抱黄金数字货币。 无独有偶,我们注意到,佐治亚州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也在去年11月提出过相似的回归由黄金支持的数字货币提案。 他们呼吁当全球央行正在发展锚定黄金的数字货币时,德州应尽快回归金本位,建立和发行有100%黄金储备支持的数字货币,使货币不挂钩美元,正式叫停美元。 德州的行动更为废除美联储对美元的垄断奠定了基础。 这意味着,德州将支持近期国会议员Alex Mooney提出的恢复1971年金本位制的提案。 回到金本位制实际上需要将美元交给那些拥有最多金属库存的州的控制。 数据表明,德州的经济实力绝对的富可敌国是黄金之州,更是时业内有名的对数字货币友好的州。 这很明显将会被视为对现有美元主导的美国金融体系的明显叫停及对美元的不信任趋势,在蔓延,再次出乎华尔街的预料之外。 他们在草案中提到的实际运作方式为,美国民众将从德州当局购买数字货币,然后,州当局将用这笔钱购买黄金。 然后,再把这些黄金存放在德州的经营库中,这意味着德州的人们可以直接获得他们的黄金。 这也意味着,由黄金支持的数字货币得到广泛接受。 他们在提案中进一步说,州当局将确保拥有足够多的黄金,已赎回所有已发行但尚未赎回为黄金或美元的数字货币单位。 金本位将防止美国不负责任的消费习惯和凭空创造美元,以挽回美元对美国稳健货币系统造成损害后的信誉损失。 这表明,德州正在为实行新的金本位置铺平了道路,其他州也可以效仿德州的做法。 美国于1900年采用金本位置,并一直保留到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结束了美国的金本位置。 这标志着全球货币体系的重大转变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也是第五次美元危机的开始。 而美国国会两党有关债务上限预算的争吵更是损害了美国的信誉,使其失去了3A评级。 对冲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在1月30日告诉WSJ,预计美国将出现债务危机。 对此,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1月27日警告称,随着美国债务滚雪球和失控的债务持续增加,美国正在走向悬崖,大约10年后,我们将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并警告美国财政部必须在债务演变成危机之前解决债务问题。 这位美国最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在国会两党政策中心的一次小组讨论中发出了这一警告,当时他被问及对如果联邦当局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对经济意味着什么的看法,我们注意到,随着美国联邦债务持续飙升,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对国会和美国财政部的快速支出和巨额借贷发出警报。 德银分析师也在1月25日更新发布的2024年度违约研究中表示,美国违约浪潮已经迫在眉睫,将在2024年达到顶峰,部分原因是22年以来最高的利率周期和债务海啸,很明显,这将导致美国财政部不得不在更短的时间内展期出去更多的高利率债务,最终使美国债务进入一个崩溃螺旋。 紧接着,美国金融研究机构林对冲在1月30日发表的报告中称,如果美国债务隐性违约风险和债务激增后的技术性违约风险增加,叠加高利率水平可能会引爆美国债务金融核弹的背景下,包括日本、中国、英国和比利时等在内的全球央行基石级别的美国国债大买家们料将接下去会先后或降。 美债持仓降到目前的10%,如果不确定增加,一些持仓在百亿美元以下的全球央行也存在清零美债的可能,以降低美债的敞口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财政部在1月18日的最新报告表明,截至去年12月,澳大利亚、越南、伊朗、阿联酋、伊拉克、菲律宾、泰国、科威特、意大利和波兰均跌出美国财政部的主要美债持有者名单中,目前持仓量已经小于80亿美元。 正在这些背景下,美国财长耶伦1月3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市长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做出回应时将,当前经济和通胀形势描述为软着陆,不过,他表示,美债融资困境,防止红海局势发酵演变成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冲突至关重要,目前的高利率将使国家破产。 由此,对美国金融系统带来的后果将会让我们出现损失惨重,未来十年,偿债成本将达到1.15万亿以上。 而就在两天前,美国财长耶伦在参加芝加哥经济俱乐部活动时已经对美国国债的稳定性表达了担忧。 他称34万亿美元的债务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确保赤字可控,并重申美国国债仍然是全球最安全和流动性最高的资产,美元的地位更是无法被撼动的。 同时,耶伦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中还强烈反对共和党一再威胁要降低债务上限资金,称共和党提议的削减将是破坏性的。 由此给美国金融系统带来的后果将会让我们出现损失。 这也就解释了美国财政部为什么会在1月30日紧急作出回应,出人意料地下调一季度借款规模预期的背后原因了。 很明显,滚雪球的美债正在撤走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